哇塞,好香的烧烤啊,我太想吃啊 别着急,很快就烤好了 小朋友们别眨眼,看叔叔的精彩表演 烧烤现在烤好了,让各位久等了 嘿嘿,小朋友们不要着急,要排队一个一个来 哎呀,好烫啊好烫啊 厨师姨着急掀翻了桌子 掉落的煤炭把周围的物品燃烧了 壮壮大事不好 赶快想办法灭火 该怎么办呢 对了,那里有消防栓 里面应该有灭火器 壮壮真是聪明 这是怎么回事,灭火器呢 这该怎么办呀 厨师屁股都着火了 没有灭火器怎么办呢 有了,可以先接水来灭火 大家不要慌,我来了 在警察叔叔的努力下,成功将大火扑灭了 真是吓死我了,多亏了两位的帮忙,太感谢了 壮壮,现在咱们调查下,消防栓为什么没有灭火器 这样是很危险的 从上面的手印来看,确实是被人拿走了 咦,这里怎么会有泡沫呢 长官,你快过来看 这里有发现,这里有灭火器的泡沫 不光是这里有,那边也有泡沫 咱们赶快查出灭火器的下落 欢迎各位观看小丑表演 喂喂,你快看,小丑在下面表演 咱们用灭火器喷它吧 好呀好呀,踢起来很好啊 那我开始了 长官,你快看上面 怎么喷出来这么多呀 怎么办怎么办 小朋友,小心啊 幸好警察叔叔及时赶到 才将小黑救了下来 不好,着火了 上面还有一个小朋友 外外现在有危险 怎么办怎么办,救命啊 我该怎么救出威万呢 咦,那里有个灭火器 太棒了 终于把火全都灭了 小黑同学 以后可不能拿走别人的灭火器哦 遇到关键时刻就麻烦了 咦,那里有个灭火器 Auch